我一打开就是表面有多像这样好的 然后翻开要洗的时候 就像有的这样发霉 刚买回来的草莓 打开盒子表面新鲜漂亮 但一拿起来 背面竟然整个烂掉发霉 好可怕 太恐怖了这个 这个整箱没有人敢吃 花了440元网购的大草莓 盒子里约有50颗 居然一半以上都发霉 脸书广告 照片中的鲜红草莓 每颗都比50元硬币大一倍 庄小姐网购面胶拿回家一看 虽然是大草莓 却是发霉的烂草莓 她要求退钱 但是卖方态度消极 那一下要跟我说不确定什么时间 那我想说好 那既然你那么忙的话 我就说那不然请你直接ATN转账退款 时候就通缩 庄小姐弃了po网 卖方这才退钱 但是却要求删除文章 还说这是网路霸凌 庄小姐认为卖方不诚实 拒绝删文 双方越闹越僵 至于线材的草莓 要怎么装箱避免发霉 其实有撇步 这个有地头的地方 叶子的地方 放在纸箱的旁边 增缩的空间比较大 另外盒底最好铺软垫 尽量手提避免震动 至于市售的透明盒装草莓 无法打开检查 只能尽量挑选颜色均衣的草莓 另外记得从盒子四面检视 如果草莓有叠层的状况 果肉就容易撞伤 就尽量选一层的容器 看它有没有坏掉的地方 专家建议草莓容易碰坏 购买时一定要仔细挑选 以免买到烂草莓 花钱受气 记者韩志欣 陈梦惠 彭志明 台中彰化苗栗报导 请由 小关 连